民众党不分区立委林义军花联服务处在17号上午举行的接牌于世 未来将串联起花联台东的地方民意要扩大东部的服务量能 民众党及不分区立委林义军花联服务处 17号上午在花联市福建街正式接牌 由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请此出席一同拉下红布 也象征着立委林义军正式要承担起花联的民意向中央为地方发声 在这一个月这样来 其实党内的一些前辈还有主席都有给我比较那种战斗式的训练 所以我们今天还有花联的服务处就要成立了 其实今天成立其实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今天的成立就是象征以人民为主的服务心业 还有我们提供花联民众最需要协助的给他们的最佳的选择 所以希望真的我义军能够在花联这块土地上 我爱的这块土地上能为花联乡亲多做一些事情多做一些服务 那这个要先做好选民服务才有其他可以再去期待 所以第一步应该是把这个我们的在花联地区的服务系统先做起来 所以包括这个今天就是开这个花联的服务处 将来每个乡镇会去开哪个类似这种比较地区的这种服务处 这样可以收集案件 可以在议员也有我们有议员也有中央的领域代表 这样就可以不要形成一个一跳通的服务模式 两年后会推林医员出来选现场 先阶段当然是先做好服务再讲 两年后的事情两年后再来烦恼 立委林义军身为花联媳妇一直深深感受华东民众的辛苦 像是交通不便 护理人员短缺 实质不足 还有长阴台风 地震造成生命危险及财产损失 林义军都希望能争取更多资源 让花东民众过得更好 记者 徐立琴 华林市报导